近日在央视播出的海拔5300米全要素演练检验合成作战能力新闻中 西部战区某陆军合成部队的15式轻型坦克 安装防无人机顶棚引发关注 这表明了解放军正在主动适应无人机时代的战场威胁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棚改 它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展现了强大的作战能力 无论是廉价的无人机 FPV小型穿梭机还是巡飞弹 都对地面重型装备形成了显著威胁 无人机依靠其隐蔽性和灵活性 能够绕过传统防御系统 专门攻击坦克火炮等装备的顶部装甲薄弱区域 传统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虽然装甲厚重 但往往顶上防护较弱 尤其是面对从空中袭来的弹钥匙 几乎无招架之力 为应对这种威胁 俄乌战场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棚改的应对措施 在坦克和装甲车辆的顶部 加装简易金属防护顶棚 以应对无人机的空中打击 这一措施尽管看似简陋 但在实际作战中证明有效 可以降低无人机的直接命中率 并增强装备的生存能力 一五式轻型坦克 是一款针对高原和山地环境设计的战车 专为应对西部战区复杂的地形条件而研发 由于其任务环境中 可能面临多样化的敌方威胁 包括来自印军和其他潜在对手的小型无人机 因此为其加装防护顶棚 成为了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的必然选择 防护顶棚的主要作用 是为坦克提供物理屏障 减缓和分散无人机携带的简易炸弹 破甲弹的冲击 这类顶部装甲的弱点 在过去的战斗中暴露无遗 而鹏改为坦克和自行火炮 提供了一层额外的防护 防止无人机直接穿透顶部装甲 尤其是无人机飞行员使用的FPV穿越机 这类无人机虽然飞行速度快 且操作精准 但由于其携带的弹药通常较小 通过顶棚可以有效削弱其打击力 这种防护方式 虽被一些人认为笨拙 但在缺乏有效主动防御手段的情况下 是一种成本低廉且实用的解决方案 在现代战争中 战场侦察与精确打击紧密相连 小型无人机不仅用于攻击 还广泛应用于侦察和目标定位 顶棚结构可以降低坦克和火炮 被无人机侦察的风险 尤其是在高原山地等复杂环境中 减少敌方获取精确打击数据的机会 防护顶棚并非单一的解决方案 解放军还在研究结合电子干扰 激光武器等主动防御手段 以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虽然顶棚能起到物理防护作用 但仅凭这一层防御 并不能完全应对复杂的无人机袭击 通过电子干扰 微波武器等手段 可以在无人机接近时 干扰其飞行和通信 增加对抗无人机的层次性 西部战区地处中印边境 地形复杂 且与潜在对手印度的对峙风险高 近年来 印度军方在无人机技术上 也有长足进展 尤其是2024年初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成功研发出国产自杀式无人机 进一步加剧了西部战区面临的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 解放军率先对一五式轻毯实施棚改 是基于对实际战场环境和潜在威胁的综合考量 无人机的崛起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规则 也迫使传统装甲力量不得不面对新威胁 并做出调整 西部战区一五式轻毯的棚改计划 既是解放军在实战环境中 应对新型威胁的实际需求 也是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结果 尽管顶鹏这种笨办法看似简单 但它的存在大大增强了坦克和装甲车 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特别是在面对自杀式无人机等新型武器时 能为一线部队提供关键的最后一道防线